新航宣布裁退2400名工作人员之后 以着手同本地工会合作协助受影响雇员 包括需要回返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外籍员工 那新航股价今天微升0.57% 闭市报3块5毛6 记者李正宜报道 新航答复本台询问时表示 为了减轻受影响雇员的焦虑和压力 公司正通本地工会紧密合作 做出妥善安排 包括给予外籍员工足够时间返回新加坡 处理所需的事宜 学者表示 航空公司面对的四大成本 主要来自燃油 人力 折旧和机场服务 疫情当下 新航服务锐减 汽油成本自然下降 根据新航2018年数据 人力成本占18% 学者认为 不排除6到9个月后 可能会有多一轮裁员行动 现在的数值很少 不是最后的数值 可能在未来 如果航空市需求 还没有恢复一点 或者是有时国家 还有另外一次 垄当的情况底下 可能影响会更大 学者也指出 这一轮的裁员行动 不会影响新航的国际声誉 因为全球其他航空业者 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虽然货运的需求增加 但无法抵消客运所带来的收入 另外 全岛24个信心相连就业与技能中心 也已做好准备 协助受影响的新航职员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泽宜报道